欢迎回来的来听老师 日本驻台机构在今年的元旦正式更名为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而今天下午举行了接牌仪式 由日本驻台代表找田干夫主持 而我国的亚东关系协会会长邱一仁 也亲自到场祝贺 邱一仁还特别感慨说 这不只是象征性的改名 而是台人两国关系的境界 3 2 1 在日本驻台代表找田干夫 以及亚东关系交流协会会长邱一仁 联合接牌下 日本交流协会在2017年第一个上班日 正式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こうした状況に鑑み 当协会は名称変更の検討を開始し 今般本年1月1日より 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に 名称を変更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 その目的は名称に日本及台湾を加え 交流を担う対象を明確にし 東京会の認知度の向上を図ることにあります 这些努力的成果 絶对不只是一个所谓 符号性的象征意义而已 也绝对不只是一个所谓 表面性的改名字而已 否则这条路就不必走了这么久 也不必走了这么辛苦 获得日本肯定证明 秀印人感慨万千 新logo上头 昭田干夫还特别解释巧思 我国国花梅花放在日字上头 日本国花樱花则是放在台字上头 图样代表台日结成断代的友好情谊 这也是1972年台日断交以来 首次将台湾名称正式放入驻外单位 本土社团特地道场以鲜花道谢 他们也呼吁政府是时候该拿出魄力 首要将我国亚东关系交流协会 顺势证明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 借着川普给我们证明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证明 让我们台湾能够重新加入国际社会 证明台湾声浪四起 但就算是温馨诉求 日本代表处的更名 还是全程小心翼翼 不只封街 还申请大批警力助手 就连采访媒体 都要一再确认身份才能放行 新年度日本证明举动 台日两国关系进阶 期盼更上层楼 民事新闻台湾轮省培志 中能民SNG小组台北报道